被埋葬了人权 被阉割了人性 和被检查的尊严 在某一刻 我近代才发现这世界竟是如此黑暗 所罗门是乔治亚洲的公民 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自由人 他受过教育 会拉动听的小弟子 还有位美丽的妻子 和两个健康的孩子 然而不幸 却降临在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中 一次所罗门在宴会上拉小弟子的时候 被两位白的男子给抢中 这两名男子用在场的眼光告诉所罗门 他们很乐意为他在华盛顿 介绍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 单纯的所罗门 动心了 他们愉快地喝酒聊天 在一杯接一杯的美酒中 一时却正在满满的模糊 他并不知道 自己曾踮起两名骗子的瘸头中 而等待他的 将是漫长到12年都无法挣脱的深渊 在一个小时阴暗的房间中 所罗门醒了过来 他的手脚都被戴上了重重的手铐 这样的场景 让所罗门立刻胆寒地想到 那些被残得满满的黑奴 可是 他是一个自由人啊 他拥有法律手赋予了人权 他叫进了大声声变 这也是自由人的实施 然而呼声 没有给他带来希望 而是更深一层的绝望 而呼喊声 所以来的白人 自空间外地给了所罗门 一顿皮鞭 所罗门的白衣 并一生三十四岁 暴走血淋淋的皮肉 他身边的声音 在鞭子的抽打下 渐渐灭落 直到 说不出一句话来 在暴力的压迫下 所罗门被迫换上了黑奴的衣服 这是他走向黑奴的第一步 和其他一起被买来的黑奴一样 被撞到了一个大船上 在其他黑奴的口中 他才明白自己是被那两名白人男子 拿来抵债的 这意味着 这本来就是一场非凡的贸易 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 也没有人 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所罗门看着这个装在黑人的狭窍空间 陆陆续续 加入新的黑人 其中 一位极具反抗意识的黑人 制度反击白人野蛮的行为 可最终 却被固住用刀 无声地杀死 抛进了无边无际的大海 没有人出生逐质 也没有人藐视悲哀 在绝对的权力面前 所有人 都只能是沉默的羔羊 经过极日的漂泊 所罗门最终被送到一个黑奴贸易市场 他被强行换了一个新的名字 普莱特 强硬的他 沉默地抗拒这个带有去弄一味的名字 让老板一个接一个的巴掌 凑在所罗门的脸上时 他除了接受 别无选择 而他的接受 也意味着他完全上 私的自由人的身份 彻底沦为白人手中 代价而顾着赏品 于是 所罗门就以普莱特的名字 被白人男子 福特给卖走 和普莱特一起被卖走的 还有一位被残忍 与两个孩子分开的母亲 普莱特的那位母亲 就被送到了福特的庄园 庄园的主要工作 是一种木材 修建房子 黑奴的工作 就是耗费最大的体力 来完成福特的任务 而关于黑奴的 是福特委派的约翰和查评 约翰和查评 倡议主人的姿态 在所有黑奴面前 作为作福 在他们眼中 这群黑奴不过是能够 令你驱使的脑洞力罢了 可其实 是在这样坚固的环境下 普莱特 依旧没有放弃找回自由的机会 他开始兢兢业业的 为福特工作 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福特发掘了一条 节省运出成本的水路 这后福特开始对普莱特 另眼相看 他开始以为 只要努力把工作做到最好 福特 结果可能放了自己 哪怕被那位悲伤的母亲 气候成一条好主人的狗 普莱特 也没有解释 而他的读书表现 却引起了约翰的嫉妒 这个浓烟必戚的小人 不容忍受连作恩资格都没有的黑奴 竟然能够得到福特的青睐 他开始有意无意的刁难普莱特 渐渐的 约翰不满足在嘴上污辱普莱特 开始野蛮的 便打他 这终于触及了普莱特的底线 他愤怒夺过约翰的鞭子 不过后果的凑在约翰的身上 最终 在另一位官员查评的致指下 惨识 歧视灵人 然而普莱特一时的失控 却还来了无尽的痛苦 持续底线了约翰 就被趁机用绳子 吊死普莱特 这位普莱特快要被勒死的时候 福特的朋友 却发现了这个场景 但这并没有意味着 普莱特获得了公平的对待 福特的朋友的阻止 仅仅是因为黑奴作为私有财产 得受到占有 如果普莱特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吊死 他们或多或少 也会受到麻烦 普莱特继续用脚尖 撕撕地抵住地面 争取呼吸的空隙 在漫长的数十个小时内 竟然没有一个人 敢冲上前来 揭开绳子 只要得知消息的福特 亲自赶来 放了普莱特 为了普莱特生命安全 和庄园的平衡 福特决定把普莱特 转买给另一个 种植棉花的庄园柱 爱德文 可他这善意的举动 却转移毁灭了普莱特 活住的希望 一位号称黑奴首歌姬的爱德文 简直 就是撒冷派然的魔鬼 普莱特一边 连受到爱德文的鞭子 一边 在地日下坚固地栽棉花 并且 一旦没有采摘到足量的棉花 就必须连受鞭子 在这样垂圣活乐的环境中 一位叫优拉的女孩 总能操合地完成任务 折收到了爱德文的赞赏 然而 本一位能从褒奖中 获得尊严的优拉 却被爱德文 残忍地玷污 当晚上成为爱德文 卸余的对象 白天还受到女主人的残害 优拉的日复 以热折磨中 抢到了死亡 他就只泪固 求到普莱特杀了他 因为 凡是自杀的基督教徒 将为勇士 得不到超脱 看着面前痛苦的优拉 最终普莱特露出了 怜悯的表情 并沉默地 拒绝了他 恨下住在优拉身上的恶毒 从未停止 他甚至四次 为其他庄园主工作 她的衣服 用鞭子 狠狠地抽搭 只要优拉光滑的背 就像被离过了黑土地一样 展开疲漏 才停止惩罚 而优拉私自离开 今天只是为了 换一块肥皂 洗掉自能为的肮脏 和取弩 眼前残酷的景象 当普莱特薛红的眼眶 又下了痛苦的眼泪 而优拉 只是这种多 不幸的黑奴中的一位 甚至 有些黑奴就像 过度劳累而死 然后 还悄悄生悄地埋在土地 滋养着 长在地面上的龙作物 和奴隶主 依然在不断地压榨黑奴的血汗 来抹去 无尽的财富 普莱特想让女主人 派她去满植别等杂货时逃走 可在几周逃走的过程中 偶然发现一群黑奴 准备绳手处子 在毫无人性的奴隶之下 黑奴的生命 显得是多么的脆弱 终于 上帝将最给暴虑的埃德温 令她的棉花产量 大大减少 回事埃德温 因此将普莱特他们 为一个挽回奏乐 在庄园中的云局下 普莱特收下了奏乐的酬劳 回到埃德温的宗旨员后 他偷偷地买下了纸 小心翼地用自己支支的笔墨 签下了一封信 他企图通过一个 连续被雇佣的工人的手 将自己被困的消息 传递出去 然后这个工人 就为被承诺 向埃德温告发这件事 来换取金钱 普莱特 再次陷入无尽的绝望 在这个没有阳光的深渊里 所有人 都是陪葬品 终于 普莱特遇见了一个 具有仙剑思想的青年故宫 这个反对种植员奴隶制的 白人青年决心帮助普莱特 在不久后 普莱特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乔治亚洲的朋友 收到青年的心后 找到了普莱特 在不借的身边中 普莱特恢复人们以求的自由 后别十二年的他 回到了家乡 他的妻子 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 都留着累对他说 欢迎回来 所罗门 这个名字在十二年后 终于从别人嘴里出现 这或许 再过一天 或许 再过几个小时 他有可能 就彻底忘记了这个名字的存在 所罗门 回来了 可像尤拉那样的情况 在当时 还是数不胜数 他们依然没有冷圈 依然需要活在他人的 微波之下 片名 维路十二载 这个世界为什么带我如此不公 别人都有大鱼大肉 别人都有高端名牌 为什么救我啥也没有 我明明很努力了 可却依然活得比一只宠物还不如 一个人如果只懂得抱怨 不懂得满足的话 哪怕努力再多 也只是白费 因为有些高度 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 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达到那个高度 就是世界对他不公 殊不知 自己真的有去努力吗 殊不知 自己已经够幸运了吗 这个世界 还有人连饭都吃不起的 有些人 依然活在他人的微波之下 用我自由 用我去追逐梦想 以及用我去创造未来的我们 到底 还有什么可不满的 其实 在你获得成功之前 你首先 要学会满足 你现在所认为生活无比绝望 或许 有很多人在冲击你的生活 我是少年 如意欣望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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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